鬼 spont者争 天塌了 我们神兽战队 顶着 神兽金刚 那么勇敢 那么的坚强 神兽金刚 守护着我们 不再怕黑暗 维护和平 正义的生长 难免遇上 困难和沮丧 神兽金刚不再怕艰难 冲出地球宇宙放光芒 用血流之躯 唤醒中国神兽 用中华之魂 召唤神兽金刚 青龙金刚 战斗 麒麟金刚 战斗 雄狮金刚 战斗 凤凰金刚 战斗 鲲鹏金刚 战斗 独角兽金刚 战斗 神兽合体 无敌的神兽金刚 用血流之躯 唤醒中国神兽 用中华之魂 召唤神兽金刚 神兽金刚 那么勇敢 那么的坚强 神兽金刚 守护着我们不再怕黑暗 无敌神兽金刚 神兽战队 独闯九重天 终于找到了被天锥吸走 沉睡在暗原能空间中的人类 但得知要救出他们 就必须使九颗守护神石 回归补天台 恢复九重天 神兽战队 踏上了净化守护神的征途 自详相信 次准备 什么人 什么人 给我站住 抓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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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祖大人 暑假失职 让这个毛孩溜了进来 请责罚 童爹哥哥 弟弟 你怎么来了 这是胡祖大人的弟弟 孙子还差不多呀 快叫爷爷 小得美 你才比我大几岁呀 你们还年轻 不认识我弟弟吧 我和九尾胡姐弟 在上古时代 就认识了 姐姐 这只老虎跟我们一样 也有九条尾巴 他该不会是我们的哥哥吧 快跑 小心他把你吃掉 你们也有九条尾巴呀 该不会是我的弟弟妹妹吧 我也有九条尾巴呢 只是几万年过去 弟弟的冰封之力 可以让他童年永住 而我都老得不像哥哥 像爷爷了 那姐姐呢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告诉哥哥 一定帮你报仇 我差点被一群坏人变回石头啊 又是神兽战队 你已经知道了 我已经有所安排 你放心 哥哥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哥哥 他们简直穷凶极恶 不仅毁了雪之邦 一路追杀我到这里 还把姐姐的墓穴给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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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你一定要帮我报仇 简直欺人太甚 他们下一个目标 一定是这里 他们下一个目标 最危险的探路前锋 有点不好意思啊 要让你们三个去 就不是探路 是迷路了 开玩笑 我们哪有这么笨呢 不跟你说了 又是这堆蘑菇 换个方向试试 王明说得对 我们果然迷路了 语恩 怎么回事啊 这些蘑菇有置换作用 所以我们才会迷路 小心 林聪 给我把林聪吐出来 这么走 林聪 你好臭啊 叶辉 我可是替你被吃的呀 你也嫌我抽 走吧 你们两个 差点就被狼狈逮住了 还好我机智 他们应该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了 黑哥 白哥 这回我们有两块神石 可以传送回家了吧 对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里出了问题 太极 讲究的是平衡 可我们的太极 一边是神石 一边是咸鱼 这怎么能平衡呢 难道我们需要两颗神石 没错 如此可教也 万事俱备 至千太极镇 黑哥 我们用什么白太极镇呢 有啦 不染了 我已经闻到黑白怪的臭味了 你看 他们在哪儿 这三个家伙干嘛呢 看你们往哪儿逃 怎么办呢 黑哥 怎么办 鸡皮 要 要不我们再试一次 成功了 他们就抓不着我们了 兔 兔 我想我领悟了太极的奥义了 田 坤 大 我 你 还是不行啊 狼狈怪 我们要赶紧找到九尾狐 大家速战速决 神兽之日觉醒 神兽超人 变身 变身 神兽战队 杀掉它们 七星灵角 莫牵斩 神龙啸天弹 狮王空天拳 门怪给我上 门怪来了 又是老一趟 我绕后 召唤人兽机构 雄狮金构 战斗 尹聪 给他来个前后夹击 别大意 就在叫前后夹击 选着点 张力 别挡路 糟了 给你们尝尝森之邦的特展 放开我 这是什么要把灭光了 好机会 麒麟圣光 这是什么神话武器真是厉害 偷偷我昨晚喝的汽油 都要吐出来了 终于来到你们了 黑白怪 快把神石还回来 张大 干什么 你先告诉我们 为什么神石不能让我们回家 回什么家 回黑暗星球啊 谁跟你们说 神石能让你们回黑暗星球 你们说的呀 老白啊 你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吗 我刚才听见他们说什么神石 我听见了就什么回什么的 神石就回 对了 神石回家 没错 有了神石就能回家 真的吗 我们真的能回家吗 太好了 我们终于能回家了 我们说的是 让守护神变回神石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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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回家了 回不了家了 只要你们感谢归正 想要回家 我们一定帮忙 大致 神石得还给我们 反正是个没用的破石头 连家都回不了 给 对不起 我们偷了你们的神石 给你们惹麻烦了 喳喳大人有大量 原谅你们了 好了 我们继续前进 是谁 这像古人长得好像 鹿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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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不说话呀 见到喳喳招呼也不打 是不是不记得我了 这里交给我吧 上次见 还是击败肥仪的时候 你有没有 祥愿喳喳喳喳 近月来 有一队人在九重天不断破坏 把守护神变成神石 用来强化他们自己的力量 为了森之邦 为了开明族 我下令 必须把这伙强盗剿灭 组长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 神兽战队 神兽战队 森之邦是我们开明族的领地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来找神石啊 其他几个天王的守护神 也是你们 把他们变成神石的 没错 独角兽 凤凤 麒麟 鲲鹏 修尸 青龙 我们已经收集到六块神石了 厉害吧 你们对他们做了什么 我们 打倒他们 他们就乖乖变成神石了 出口 祖武 你干嘛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为了族长 为了族人 我必须和你们战斗 神兽之类觉醒 神石超人 变身 神兽 陆五 你怎么了 叉叉 小心 难道陆五 也被暗原能控制了 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不还手 小看我吗 陆五 快醒醒吧 你不记得我们以前 并肩作战的时候了吗 那是以前 没想到你们会做出这种事 你们给我滚出神石帽 不要啊 手下留情了 陆五 你没有被暗原能控制吗 什么被暗原能控制 等等等等等等 你不知道吗 九重天的守护神 都被暗原能控制了 都被暗原能控制了 你说什么 现在九重天 现在九重天 化作九个天锥 在地球上吸收人类 把他们关在暗原能空间里 炸干能量致死 我们寻找神石 是为了救人的 暗原能 暗原能空间 从来没听说过 难道他们想骗我 救人 我不信 和族长讲的完全不一样 族长不会骗我们 那就一定是你们在骗我 你们的族长是谁 他就是森之邦的守护神 同天狐祖 森之邦守护神 他已经被暗原能控制 不再是你们以前的族长了 不要听信他的话 胡说八道 族长这么强大 怎么可能被控制 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呢 你们族长有没有异常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族长的一言一行 都有他的道理 你们的我来推测 他现在被控制着 不知道做了多少回事 再不去净化他 多少人类要因此受难 你知道吗 不许诋毁族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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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没救了 别挂他 我们去找同天狐祖 想伤害族长 除非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 陆无 你挡不住我们的 危险 是你们逼我的 没有人可以伤害族长 你们就此离开 我就当没见过你们 陆无 不可听信你们族长的一面之词 那不代表真相啊 闭嘴 陆无 是你在伤害你的族长 什么 他被暗缘门控制 你不去救他 却盲目于衷来阻止我们 难道不是你在害他吗 不 不会的 你觉得你最尊敬的族长 是会不顾守护九重天的使命 死死回来的人吗 对啊对啊 你仔细想想 一定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 租 族长大人 您回来了 是陆无啊 族长大人 我们都好想您呐 您怎么回来了 不得随便靠近我 族长 仔细想想 族长回来之后是有些奇怪 难道他们说的是真的 林总 不许伤害我的族人 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我会把自己查清楚的 我的妈呀 太有命了 一拨接一拨的 要再待在这儿 没着就被谁给看掉了 嗯 嗯 我们得找个地方夺夺呀 嗯 你们跟他干什么 你们不是要去找什么组长吗 我们可是知道路的哦 看在你们把神石还回来的份上 一起上去吧 这回不愁被狼狈追杀了 哥 你看这个猎天号这么高级 我们能不能把它偷过来开回家呀 你们两个坏蛋还想通猎天号开回家 哈哈哈哈 猎天号又不是咒鸣剑 哪能飞到黑暗星球那么远呢 对啊 咒鸣剑 神兽战队面对强大的通天湖祖 陷入古战 万年树凯的最强防御 让大家束手无策 一边是曾经的战友 一边是敬爱的组长 何知真相的路无到底该何去何从 请看下集 忠于正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